美国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兰肖9号在国会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 就俄亥俄州独列车脱轨事件接手质询 同一天 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一列火车在亚拉巴马州脱轨 这也是该公司自2月份以来发生的第三起列车脱轨事件 阿兰肖当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 就俄亥俄州独列车脱轨事件向受影响的东巴勒斯坦镇居民道歉 并称 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已投入资金和资源清理事故现场 加强列车安全措施 阿兰肖虽然承诺公司将提供2100万美元帮助东巴勒斯坦镇社群 却在为当地居民支付医疗费用问题上含糊其词 据美联社报道 东巴勒斯坦镇的部分居民当天也到听证会现场 他们表示 尽管政府官员称 东巴勒斯坦镇的空气和水质检测 未显示出含有危险级毒素 但一些居民仍担心潜在的长期影响 有当地居民称 现在空气中仍可闻到化学气味 同一天 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一列火车 在亚拉巴马州卡尔洪县发生脱轨事件 这是该公司自2月以来发生的第三起列车脱轨事件 当地警方称 出事火车约有30节车厢脱轨 未造成人员受伤 也未带来有害物质威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